这依然是人定人来处理 现在这球郭艾伦 晃过了赵元昊 直接上篮得分 郭尔导一看这个 李尔导的这个布阵 马上就要李小夕在旁边休息 准备了已经 好 这边比赛开始 辽宁队是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球权 打到内线去 这边45度 换成刘征在防守郭艾伦 外线的出手三分命中 也是投中了三分球 确实里边很难进去 现在我们看内线的防守确实很紧 好球 郭艾伦 这个内球 外线今天哈德森的第一次出手 也命中了 对 今天的命中率非常高 两个最耀眼的明星 在对决现在 对 来看郭艾伦 现在来一个漂亮 这下福德森防守跟得很紧啊 李小夕外线的三分球 机会不错 三分命中 对 这依然是人精人来处理 现在这球 郭艾伦 晃过了赵延昊 直接上篮得分 不对的 对 肯定是没有手法的时候 那么好的就是找到这种感觉 对 郭艾伦分底脚 好 这边巴斯的中距离 好球 郭艾伦队这个防守策略已经很明确了 对 让这个福德森走右手边 底线呀 赵延昊来协防协防慢了 这球过来慢了 要不然呢 其实以他的身高 好 两罚一中 全球的时候有点操之过急了 因为两队这边确实是 很喜欢打快攻 漂亮 郭艾伦这是一个长两分 正面巴斯还是习惯中距离 广沙的下场第一次进攻 福德森的中距离没有 辽东队马上发起反击 郭艾伦好球 刘正跑过了 前场三打一好球 哈德森一个声东击西的传球 辽东队又反超了 内线优势 你看 对 找到这种图案的机会 郭艾伦好球 三分并重 三千回来之后 广沙打了一个6比0 看郭艾伦突破 急停跳投好球 好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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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